另外我們就說回見仔案 很快就說回見仔案 見仔案當然是悲劇 但現在你見到 這個法官 現在的法官叫什麼名字 嚴信儀 嚴信儀 不是說是好人 但嚴信儀 起碼沒有那個 之前判阿傑斯那麼糟糕 那個謝審智慧 審智慧 總之誰落井去守 不是說釘官那麼簡單 他喜歡串你 落井下石 說你中槍抵死 夠猶自取 即是紅仔餅 就是被他判了 現在也是女法官 但這個女法官 起碼沒有那麼挑釁 他就說 現在我們先說一個結果 見仔 現在判了 名義上就是兩案 判了47個月 但最後就判了42個月 當然是有些 你主動認的話 按道理應該要減三分一 但結果他就減不完 減不完 當然有他的理由 而另外那兩個前途的被告 即是一起投靠 阿豪仔的被告 那兩個被告 分別入獄十至二十個月 十個月和二十個月 另外一個 只有十四歲的男孩 就是判入教導所 嚴迅宜法官就說 其實那個 幫人躲藏的 那個倉庫管理員 即是豪仔 阿豪 說幫他們提供三分所需 令到法律證據 無法推進 他那個罪責是最高的 至少就是 那個司法 即是叫做 妨害司法公正罪 他的罪責是最高的 所以豪仔本人來說 其實他判了二十個月 差不多接近兩年了 現在他這樣計算的話 我想他一年來就可以出來 因為其實已經是 我想半年就可以出來 即是豪仔很快半年就出來 其實就 另外就是 阿曾志健就四十二個月 加起來 不是啊 暴動和襲警罪 就四十二個月 襲警罪最後不告 就全黨 就只是報他暴動罪 那裏就是四十二個月 這個就是標準 然後就是妨害司法公正罪 即是他自己潛逃 就是十一個月 兩個星期 兩罪併罰加起來就是四十七個月 部分就是同期執行 這個就是 黃海銘 純粹是妨害司法公正罪 另外涉及612 集結和藏讀 加起來 就判囚二十四個月 有個黃性的男生 就是妨害司法公正罪 另外涉及私了便衣警 他有另一件事要告 暫時判教導所先 曾志健本人 首先說曾志健本人 曾志健本人 我們最關注他 因為他最觸目 曾志健 現在嚴法官就說 他當日襲擊殿後的警員 在地下拿磚頭 摘向警員23505 令他和其他隊員分散 然後呢 其實這些 落單的警員 其實他們應該是很害怕的 是 很正常的 因為被人圍吐 其實是 之後呢 他又和其他示威者 對落單的警員 窮追不捨 將他壓在地上 即使用硬物襲擊 即使警署警長 就是 擊槍戒備 但是曾志健都無視警告 就用金屬棒襲擊警長的有錢碑 都仍然是用金屬棒 都仍然是寫金屬棒 但是呢 如果你看回東方日報的那個片段 不是金屬棒 而是膠棍 只是這樣說 他現在就不爭議這件事了 案情是這樣寫 但是襲警罪 就不夠你了 現在是全黨的 現在只是告暴動罪 他就說 案件是惡劣的嚴重的 曾志健有頭盔 有眼罩 有備而來 而且集結人群有聲勢 破壞社會安寧 暴動罪 就應該用五年來做起點 襲警罪 就用一年監禁去做兩刑起點 案件的整體判刑 起點是不應該低過五年 四、九個月的 但是 他也有減刑因素 健仔就是 包括他就說 健仔就自己選擇認罪 研發官就說 他潛逃由2022年開始 就是 2021 是嗎 就判到2022年7月就潛逃 他就說 因為你潛逃 所以就算認罪也好 不能夠獲得完整三分一的認罪扣減 同時間 但是他又考慮到 健仔配合警方調查 即使情報未必有實質作用 但是 都肯定他有附意 至少肯定他有附意 健仔有求情 他就說有抑鬱症 2017年開始有抑鬱症 後來因為 槍傷 又進行手術 又接受物理治療 法官就說 他不是有效的求情理由 但是又考慮他其他事情 在案中 被視為控方證人 你起碼肯做控方證人 還押的時候 又受到很多限制 亦都接納他感到很大壓力 整體都幫他扣減了35%的刑期 其實最後都給他三分一的刑期扣減 因為有很多因素 一男子去考慮 他說考慮到他 案發的時候18歲 再減到他三個月三星期 所以其實是否好過 誰 好過那個 沈志偉 沈志偉就是 一個臭屁法官 至於他襲警罪 最後在暴動罪 判他40個月 襲警罪 判他7個月 後者2個月 分期執行 總刑期是42個月 至於其他人 其他人來說 涉及黃海銘 黃姓、藍姓、葉豪 首先 他考慮到 他們被拍片 葉豪 幫他們拍片 照顧他們 然後 根據司徒文俊 訪問Sandy 這段影片 是幫星期二得道 Tony 拿到政治庇護 黃仔 黃仔 裡面有說過 首先 嚴寬說 他無從得知涉案 升旗易得道 拿到多少公眾官款 因為現在 本身有拍片 幫星期二得道 澄清 這段影片 其實也不是 我覺得 幫星期二得道 這段影片 我覺得 有很大的疑問 還是有疑問 這段影片 誰叫他拍的 陳 陳世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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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他拍一段影片 那段影片 你見到 豪仔他們 又唱衰陳世德 然後捧了升旗易得道 這段影片 一定是幫星期二得道拍的 一定是幫星期二得道拍的 他現在 就是關注那個 善款去向 他說拿來籌錢 這段影片 是幫星期二得道籌錢的 不知道 但是升旗易得道也否定這件事 但是 他就說 升旗易得道 明顯是為某些原因 而計劃 做出一些 妨礙司法公正的行為 因為他把 升旗易得道 和陳世德 當成一夥 而事實上 他們一開始合作關係 為了拿到更多錢 就安排 潛逃的被告 拍攝錄像 至於葉豪 葉豪就說 他在2022年底 才知道他們潛逃的屁 逃犯身份 你信不信 不要玩 這個很好笑 他這樣說 我很遲才知道 2022年底 即是去年年底才知道 他們是逃犯 雖然知道他們違法 但是同情他們 沒有即時退出 他雖然有安排他們拍片 但是 最後一起計劃 離開香港的時候 他自問沒有能力 曾經反鑑多人自首 但是不成功 於是就退出頻道 他說 知道頻道老闆 希望眾籌 來贊取一些照顧他們的費用 但是他很不幸 他成為了老闆 即是Tony Troy 他們的替死鬼 他說 他說 嚴法官就說 豪仔 提供他們生活所需 幫他們不被發現和被捕 針對他們的法律程序 無法推准 由他去到美國領管 美領管接走潛逃被告開始 他已經有意圖妨礙司法公正 考慮到 潛逃被告一連串的妨礙司法公正行為 的持續超過二十個月 當然 妨礙司法公正罪 判他最重 就是這樣 其他人 都 王姓的心智幼亂 守法意識薄弱 潛逃的人 又被慫恿 因為很多都是年輕 所以就入教導所 就是這樣 大概就是這樣 情況就是 差不多 今天已經爆錶了 兩個小時 原本又想說一下 什麼 想說一下 以霸 但也沒有時間 你應該有一個哈馬斯 就炸了一間醫院 然後 本身昨天我們做完節目之後 新聞走出來就說 是以色列炸醫院 現在是CNN都說得很爆 說 這個 以軍閣那邊 就提供了幾段片出來 就告訴大家 不是 那裡是袈裟裡面 寫出來的 不關 不關以色列事的 這樣 嗯 OK 所以這個 大家打算打輿論戰 還有更加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我經常都在說 西岸那邊 現在開始都已經不是了 發現 始終是說 因為哈馬斯 一直以來 因為他基層工作做得好 是普遍得民心 嗯 所以 當大家看到 哈馬斯被 以色列打到一波一波 那時候 西岸那邊的 哈馬斯支持者 都已經是 叫做 忍不住口了 就開始在西岸那邊 就有一個警民衝突走出來的 嗯 OK 剛剛我看到 就是 拜登 去了特拉維夫 嗯 他看到 就是 啊 來塔利亞湖 你看到 CNN 那個標題 很沙繩的 就去跟 這個 以色列人說 不只是跟 來塔利亞湖說 Don't be consumed by rage 意思很簡單 大家 不要被仇恨支配 不要被這些憤怒支配 就是叫大家克制 其實就叫 說就說 聲援你 支持你 但是其實呢 嗯 簡單一點 那句 就是叫做 德赦好以衰回首 嗯 或者呢 其實現在如果 你真的要退兵的話 你現在為一個下台街 為一個下台街 目前局勢的下台街 你就要 勸服他們交人質 他想做調停人 是的 勸服他們交人質 如果哈馬斯肯交人質 是不是可以 先冷靜一下 這樣呢 那起碼要做到這件事 我覺得 那內塔利亞湖 才可以收貨 即是可以 才可以停一停 嗯 因為其實 拜登 他支持你 是有條件的 亦都有限度 不是無常限的 這樣支持你 所以現在也開始了 歐洲各地 一些 有伊斯蘭背景的 一些藍民也好 市民也好 都出來上街 是不是 你都不可以太單邊 嗯 歐洲也好 美國也好 都不可以太單邊 去支持以色列 那麼以色列 他現在做的報復 你只說雙翁人數 已經遠超過 起碼 一倍 超過一倍 黑馬斯 打你那些人 而且 你中下 血仇禁心 其實 你就算要黑馬斯 還回人質給你 他變成他 很難下台 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已經把整個袖子 剷平了 你進去做了什麼 你什麼都做不到 到最後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明天回來再見 OK 好 就到這裡 拜拜 拜拜